大家好 今次星期日的赛事 大家记住这场赛事 即这场低班赛事 应该有个冷碗机会 因为这只马我觉得是时候爆爆 在我未介绍这次的心水之前 不嫌其烦再提多一次 因为很多观众都会说 朱奥老师和阿鵬这么沉迷 经常都要说 对啊 我们平时讲话唱手浴缘 有时候都会黄标 你们的这几个动作很重要 comment like share我们的片段 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按钟按键 very good 看看阿鵬的心水 very fit 这场赛事我觉得在比较暖的形势之下 他就是可以搏大帽 我选哪只搏大帽的马 跟大家去敲一下冷户 立刻去片 好 二场五班千里 我就和大家重温 这只世界藤王 在三五一场次他如何赢马 这场就是潘顿奇 看到7号 黑白颜条纽红色衣服 白色帽 现在在尾四 二踏那一只 就是7号那只世界藤王 就是和大家今次介绍博览本的马胆 世界藤王其实在这个路程上也准确 还有 这次黎超声马房也有不少的马 应该会出击 我觉得世界藤王在这些马里 虽然刚刚之前那次表现不太好 这两次都不能入位 但是其实再对上那两次他都可以一V一P 其中一V就是这一场 好 看到世界藤王进到直路的时候 现在这个外档就是一路芬僵 黑眼罩那只 黑白就 红色衣服那只 一路打上来那只就是世界藤王 即是皇帝 他要赢一只马的时候 没有人阻挡到皇帝 即是皇帝一辣 5号灰色马 鑽石宝宝 还有前面14号 那只星際精英 都希望可以顶得住他 但是最后背这几步的时候 潘顿就是潘顿了 他真的 有心跟你搬一场马的时候 就真的会搞定 没有交换 但是 有时就会比较特别一点 但是 看到世界藤王都在这一站马里 都是有实力的 我便搬他这几次表现一样 这两次 我便选择他这一场 就应该搬他有冷满点的机会 还有就是 艾杜娜騎 赔率那方面 不会说真的好热 另外 脚那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几只 第一只 我想搬一搬一搬自竞区 上次其实都推介我给大家 真的 抱歉 跑1650 就似乎好像在跑马底 但是 今次回到沙田 9档 中逆禮期 5磅 始终中逆禮 我觉得 今季的演出 都可以说 越来越成熟 就快升大师傅 这一只 都不是一只 用得很多的马 博他这次 有表现的 而且这一只马 始终是年轻 应该 不会太容易 因为上一次 都输得远一点 但是 有时不要笑这些马 近日 真的会开冷脚 我觉得这一只 是有机会的 另一只 大家都可以 留意一下 就是这一只 上符精算 之前其实我推介 给大家 在法国 1200的赛事 就赢过 但是 这一只马 就真的 好像有时 你 买入彩 就要 撞一下 这次 星仔奇 八档 130磅 看看 呂建威 今次会不会有什么 符合 但是 始终 这些乱的场合 里面 你看到这些马 都好像不太开胃 的时候 这只 上符精算 起码 赢过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会再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 補一補 这次就不骑这只世界藤王 骑这只街景临门 11号 这只街景临门 四档128磅 上一次 其实都已经是 湯普新騎 入到位置 上次的位置 都很难 现在122倍 今次 立刻找到盾哥 不用说了 立刻做事 所以 大家都可以去考虑一下 重复今次的心水 世界藤王做胆拖 致敬区 上符精算 和街景临门 大家可以一胆三脚 就这样买 如果你说 不是 张老师 可能 一胆三脚 会不太稳定 那就 鐵角穿运 OK 好拍当鸭铛 有好东西 提供给大家 希望 今次 在乱局里面 可以帮大家 一起赢多些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